袁鴻斌說 紅二代醞釀罷免中共黨魁 他或會在危機中失勢 眾議師風水師預測中國2024年運勢是大空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5日 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外雪兒 1月3日 女澳化學家袁鴻斌在台媒發文披露 以紅二代劉元為核心的一批中共黨內人士 集體聯署 要求中共黨魁下台 並預言2024年他會在一場大危機中失勢 亦是今年極大機會發生的中共黑天鵝事變 袁鴻斌3日 在《台灣自由時報》頭版發文透露 中共體制內人士通報 以劉少奇之指劉元為核心的紅二代群體 已形成政治共識 並且參與聯署行動 內容包括 1.指責中共黨魁執政十年以來 徹底放棄和背叛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 全面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路線 導致政治 經濟 社會和外交的全面危機 最嚴重的是他正在推動戰時體制 為發動台海戰爭做準備 而是指中共黨魁實行個人獨裁 導致經濟不可逆轉的急劇惡化 民怨沸騰 觀心動盪 社會全面危機一觸即發 1.對外搞戰狼外交 令中國在發達國家的體系內 淪為千夫所指的國際功敵 3.提出拋棄中共 將中國共產黨轉化為社會民主黨 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政治體制 同時放棄武力威脅台灣的國策 和改善國際關係等 袁紅兵爆料參與上述共識聯署的紅二代 包括劉源、鄧朴芳、胡德平、陳元、馬曉曆、羅點點 同時葉劍英、賀龍、聶榮津、徐向前、律譽、徐海東、黃鎮等人的子女 還包括伯一波的子女、徐伯喜來之外 袁紅兵還爆料 一批被中共黨魁笑為深福的中共軍中將領 也參加了聯署 習對火箭軍和國防部長李尚福的整肅就是證明 袁紅兵並沒有說明這次聯署行動是何時發起的 但他表示這次行動是習執政以來遭遇到的空前政治危機 他正坐在蓄勢爆發的火山口上 如果他效法毛澤東對這批紅二代再次實施政治大迫害 那麼細張點言中共黨內對他的怒火 他必定玩火自焚 袁紅兵認為習將會在這場大危機中失勢 乃是2024年極大機會發生的中共黑天鵝事變 一旦中共體制內政治危機爆發 他必然黯然失勢 事證評論員岳山1月3日對新唐人表示 這個消息也不能說是不可能 從最近胡書立的財新網幾度發文對集有所針對 就可以看出 但即使有這回事 也只是中共以紅二代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 權貴階層的一種想法幻想 其中提出改造共產黨披上社會民主黨的外衣 和西方的左派政黨類似 其實就是改頭換面 過去亦有要求中共改名的呼籲 都是屬於這一類 岳山認為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一是中共必然要解體 歷史上背闊的罪行太多必須被清算 二是如果改頭換面 被中共惡靈變相生存下去 日後還會以另一種形式為和社會 這也是走不通的 保守黨內鬥爭就有所顧忌這個黨 當權的這邊也會反擊 這種改良還未成勢就被打壓下去了 只有立意在滅共的行動 才是符合天道和道義才能成功 各種跡象顯示 習陷入空前的執政危機 各界坐等他出事的人越來越多 去年11月1日 劉源曾發表一篇 紀念他父親劉少奇冥誕的文章 文章提到劉少奇多次強調 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和國家的根本制度 必須遵守 文章並提到鄧小平時期 立規不允許一言堂加掌制 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等等 此文被指是暗批黨魁 去年12月25日 大陸《財生週刊》發表社論 重提鄧小平改革開放 要靠實事求是的言論 並暗批集 誤擋誤過 該文立即遭到封殺 2023年10月31日 是個非常特殊的日子 既是週末 亦是月末 更是年末 三末合一 精通疫經的中醫師和風水師都認為 中國疫情再起和各種罕見異象出現 是上天在示人要值得行善 不要做違背良心的事才能趨吉避空 去年10月以來 中國再爆發呼吸道急症 糾成所有感染者是兒童 導致中國多地兒童醫院、兒科、急診 以及發熱門診爆滿 中共先堅稱是資源體肺炎流行 但面對大量白費和死亡病例出現 中共被迫改口是多種病菌病毒混合感染 包括呼吸道核包病毒、鼻病毒、偏肺病毒 腺病毒、新冠病毒 即是中共病毒、肺炎資源體等 10月下旬 中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疫情防治組印發通知 名為關於做好2024年 元旦中國新年期間新冠病毒感染 及其他重點傳染病防止工作的通知 通知對疫情的應急處理 防治等做了詳細說明 包括強調要大力推動含XBB 變異株抗原成份的中共病毒疫苗、流感疫苗等 引導老年人、慢性基礎疾病患者等 從症高風險族群積極主動接種疫苗 中共國家衛健委 在10月2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也強調 2024年中國新年假期期間 要充實門急診、移科、呼吸、重症等醫療力量 二級以上醫院發熱門診 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熱診室 要保持應設盡設應開盡開 對2024年疫情的走勢 旅居英國精通疫學的資深中醫師舒榮 日前在大紀元新唐人電視節目《精英論壇》中 從中醫角度做了預測 他提到傳統中醫中有五運六氣學說 專門研究氣候變化和瘟疫等大型流行病發生的規律 他說從這個角度看 現在這波疫情應該是今次瘟疫的最後一波大流行 非常嚴重 他會以中國為中心向世界擴散 舒榮表示 新冠病毒 即中共病毒 喜歡寒氣和濕氣 寒濕交加的氣候更適合他 今年2月10日 中國就會進入甲晨龍年 根據五運六氣推算 這個年份碎土太過 雨濕流行 寒濕氣很重 潮濕陰冷的天氣特點非常明顯 整個一年的情況都是偏於寒濕 尤其是中國大陸四季分明 中國的夏天也會出現降溫 出現一個低溫的情況 而且在2023年冬天到2024年春天溫度 會出現一個極低的氣溫 春天會提前到來 但又會來一個島春寒 到了2024年秋冬 又是寒濕嚴重 基本上未來一年寒濕都是非常嚴重 所以說2024年會是疫情最嚴重的一年 香港風水師風水號也對大紀元表示 疫情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大陸 只不過有高低起伏 從玄學角度來看 今次的疫情並非簡單的病毒細菌 而是孽障病 或者稱為天蠅 風水號說 孽障病就是人不斷做壞事 不理後果地做壞事 那天就要罰你 這是天蠅 不是普通病毒 雖然中共封鎖疫情的實際情況和死亡數據 但大紀元記者從近一段時間 對大陸民眾的採訪中 亦能看得出疫情的嚴重程度 湖北岳州市的趙燕 10月29日向大紀元記者 講述了她3歲的二女高蕭不退 兩天之後就病亡的悲痛經歷 她說2023年4月4日 二女兒從幼稚園回來的時候還活潑 第二天就開始發燒 下午她帶二女去家附近的岳州市中心醫院就診 大醫生沒有測量體溫 就查了一個血常規顯示有感染 醫院沒有任何處理 叫她帶小孩回家 回到期之後 小孩的情況並未見好 高消到39度 出現昏迷症狀 6日晚上9時多 她帶女兒去中心醫院做了流感3項檢查 結果顯示為陰性 她要求住院 但醫院以沒有床位為由 要她轉省級醫院 直到7日凌晨2時多 急救車才將她的女兒 轉至湖北省赴幼保健院 在那裡西路直接被送入ICU 帶上呼吸機搶救 但最終還是回天罰術 趙燕表示她的兒女 從發燒到死亡不到48小時 她認為是中心醫院擔誤了治療 她還透露當時省庫有保健院的ICU 很多重症兒童20多人 當時一個幾個月大的男嬰 也是從中心醫院轉至那裡 因為發高燒爆發心肌炎 現在變成植物人 採訪中記者還了解到 去年中國多地都出現地死的情況 而且多是年輕人 北京市民楊宗說 去年11月底 她的一位年輕同事 在工作中突然撤死 江叔的陳希逸說 她朋友的鄰居 一位32歲的清華畢業生突然撤死 雲南的汪洪表示 她認識的一位30多歲的年輕人 還未等到救護車到 即是感覺不舒服 人就走了 2023年 中國各地頻頻出現罕見異象 風水豪認為 2014年 會有更多異象和想不到的事發生 12月30日 內蒙古鴨爾古納市 出現很多透明的寒夜光柱 五彩斑斕 12月11日 內蒙古鴨爾古納市 出現極寒天氣 全市有18個氣溫監測站 氣溫低於零下40度 出現3個太陽 12月1日晚 在克朗江省 大興安嶺地區 莫河市 北極村 出現極光 紫紅色和黃綠色極光 變幻著色彩 10月30日傍晚 江蘇省 毛石市 石山區 石北鎮 斗山村 天空同時出現 環天、鼎湖和幻逸奇觀 有很多網民拍照在社交平台分享 風水豪表示 天上出現多個太陽 天空顏色變成赤色 在傳統上說 都是冰災的御兆 例如明代崇禎皇帝 在梅山吊死 那時就發生過天赤如血的異象 他表示 中國傳統文化認為 天色異常 預視著不同的災害 紅色代表冰災 黃色代表蟲害 綠色代表瘟疫 白日變藍變黑 代表地震等天災 上天出現異象 說明地下有事發生 很多古書都有這些例子 自崇禎元年 即1628年起 中國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 據漢南逐郡志記載 崇禎元年 全閃天赤如血 五年大基 六年大水 七年秋黃大基 八年九月西鄉旱 略陽水路 文社全沒 九年漢旺 十年秋和全無 十一年夏飛黃閉天 十三年大漢 十四年漢 去年十二月中旬以來 中國各地出現了極端寒朝天氣 並伴隨雨雪、低溫、冰凍等各類冬季災害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遼寧、內蒙古、黑龍宮 都經歷了有紀錄以來最冷的十二月 受寒朝天氣影響 多地出現寒見的雷打雪現象 十二月十四日 山西陽城、河南洛陽、山東德州、濟南等多地 在降雪的同時 伴有轟濃濃的雷聲 還有閃電 民間有雷打雪、人吃鐵、雷打冬 十個房子九個空的講法 知名國學學者解憑解釋說 落雪時行雷 預示著來年是個饑荒災年 風水豪也認同這種說法 他說 這個形容人因為沒有食物而被迫食鐵 預示著來年會發生饑荒 十二十八日 甘肅臨下州積石山縣發生規模6.2級地震 青海海東、文和縣、中村鄉、金田村、和草灘村 發生局部沙湧 浪頭高達三米的濃酬泥漿漫入村莊 大量房屋被淤泥包圍、沖圍 造成至少118人罹難 多名民眾失聯 據記載 4,000年前曾發生過一次沙湧 當時是一場大地震 瞬間出去了一座城市 留下了類似沙湧的現象 風水豪認為這也不是好笑頭 這預示著2024年會有很多地震 尤其是東南方特別多地震 因為代表著疾病和地震的二黑巨門星 在2024年會飛臨到東南方 他還表示剛剛過了立東 大陸和香港就發生了很多怪事 甘肅地震、北京地鐵車廂斷裂 香港多宗狗暴斃或被毒死 這預示著2024年交通事故會很多 車、船、飛機的意外也會很多 風水豪說 從掛像上看 2024年是上天懲罰壞人的一年 各種異象都出來 人不知悔改 上天就會懲罰人 他提醒人要值得行善 不要做違背良心的事 才能吹吉避兇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此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下星期見